很大量的 所以呢 前面的做法呢 还不叫仿真 前面的做法都是叫coron 就是软件硬件一起跑 那为了让这个 特别是针对测试场景 我们希望做co-simulation 就是软件硬件 来联合仿真 那这个做仿真的时候 它就灵活多了 为什么 因为做simulation的时候 你不需要真实的硬件 不需要真实的 FJP3E设备 你可以用个仿真器 把你的硬件逻辑 放到仿真器里面 这仿真器本身是个软件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软硬件的联合仿真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是一套完全软件的 完全全是软件 那硬件逻辑 也是用软件仿真器 去模拟出来的 仿真出来的 然后我们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测试 包括带着驱动的测试 包括带着我们上面 上层用户带软件的测试 这测试可以是真实的 真实的这个 连着驱动的这些 用户带真实的软件 也可以是我专门 测硬件的一些test case 那都可以 好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 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 这个比如说 在一些这个云的场景下 甚至一些共用云的场景下 不可能有 我们这种设备的 或者说共用云上去 租IPG设备也很贵 或者即便有 对吧 AWS和这个 阿里都有这个云上的IPG 但是他们IPG型号不一定是我们想用的那种型号 那这个时候对吧 想在公用云上去测这些东西 用公用云弹性的资源 比如洒出去 一万个这个容器 一万个人物去跑 那这样的话 一个纯软的 Cole Simulation的一个 一个场景 就很适合了 那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说 右边 最右边 这是我们的硬件逻辑 那个DOT 这是硬件的术语 叫Design Under Test 就是我真实的 我的这个硬件逻辑呢 我放到仿真器上 然后这边是我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软件 包括这个 这个TestBench 这也是给硬件的术语 其实我们软件很多 叫TestCase 没关系 就这边 那我反正是我的软件 测试的软件也好 我真实的这个 用户态软件驱动 驱动也好 好 那软件和硬件 你怎么 怎么直接连 因为那边 虽然不是真实的硬件 但它也是真实的硬件逻辑 我们自己写的这个硬件的 这个RTL的代码 好 那怎么让它连起来 你中间肯定需要一个 一个转换的东西 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底下 比如说我们用的是PCIe协议 那你软件肯定不可能 直接去跟PCIe协议去talk的 PCIe是个硬件协议 软件你要去访问 比如说驱动去访问 硬件的时候 都是直接去读写一个地址的 对吧 所以软件这边 大量的都是一些message 读写的一些message 但硬件那边 那它是专用的这个硬件协议 对吧 所以中间需要一个所谓翻译 这个叫Transector 待会我要解释这个Transector是什么 好 就是说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软件的联合仿真 在一个完全纯软的环境下 解决我们各种各样 比如说测试的问题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我们找到了一个304的一个开源项目 这个项目叫这个LeapSystem CTLM SoC这个开源项目 这个开源项目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也是用QML QML这边你去装软件 把软件都装在QML里边 右边呢 是一个硬件的仿真器 你有一大堆真实的硬件 对吧 好 装到这个仿真器里边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软件硬件中间 你是通过这种 这个专用的协议去talk的 比如说X86场景下 大家主要用PCIE协议去talk 那可能ARM的场景下 软件硬件去用那些 ARM的那些安保总线 比如说AXI总线等等 ARM的各种各样的总线去talk 好 那这些总线 对吧 这些总线在一个纯软的环境下 其实是没有的 对吧 纯软的环境 左边是我们纯软件 右边是这个硬件仿真器 它也是个软件 仿真器也是个软件 好 所以呢 中间其实304做了一个工作 它叫这个Remote Protocol 这个缩写叫RP 这个Remote Protocol RP它做了什么事情 它来模拟了你中间的这个总线的传输 它怎么模拟呢 就是你不管什么总线 不管是PCIE总线 还是这个ARM的各种安保总线 你所有的总线就是传递消息嘛 对不对 你给个请求 然后拿个响应 或者用硬件的术语 叫给个激励 然后有feedback 对吧 有反馈 所以它其实中间传的是消息 对不对 那这个Remote Protocol 就是对所有的这个硬件 我做了一声抽象 不管你是PCIE还是什么什么 好 我中间就是发消息 请求消息 响应消息 那软件这边 发出请求 收到这个响应 那硬件那边 好 它也有一个RP 把这些软件发过来的请求啊 等等 好 变成硬件能识别的总线协议 总线协议的消息 比如PCIE 好 你按PCIE的格式 它给你生成PCIE的那些真实的那些激励 好 发给你的硬件逻辑去 好 等硬件回复响应 回复比如说PCIE的那些响应 好 那是按照PCIE硬件的协议 硬件的格式定的 好 那它这个RP 再给你转成 一个软件能认识的一个消息 发回来 好 所以它做了一些转换 这个框架是这个 Zilinx提供的 这个也是个开源项目 好 刚才讲了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比如说 这个总线上的一些这个处理 对吧 就是 既然是个纯软的环境 对吧 硬件也跑在这个仿尘器上的 然后我们的软件本来也是 对吧 测试啊 这都是软件 纯软的环境下 你没有真实的这些硬件 也不需要真实的去跑这些硬件的协议了 对吧 那这些 这个PCIe啊 这个Amazon线这些协议啊 但是呢 你硬件逻辑只接受 对吧 符合PCIe规范的那些请求 发出 你的硬件发出的也是符合PCIe规范的响应 对吧 好 那所以中间呢 我们怎么来做这个转换呢 这个是这个System-C 这是一套 这个硬件的一套 这个 一套 一套语言 System-C是拿C++ 来写这个硬件逻辑的一套语言 主要 它用在建模啊 仿真啊等等 这些测试的场景 所以它是软件 对吧 它是C++ System-C只是C++ 但是它每一个库 对吧 好 我们就用这个304 也是用C++ System-C 这个库 来做了整个 这些就是 刚才我讲的 这些硬件总线协议的模拟 它有几个术语 一个叫这个发起 Initiator 一个叫Target Target就是你的目标的硬件 仿真器那边 Initiator就是你的软件 好 中间各种各样的Interconnect 可以是各种各样的 对吧 各种总线它都支持 常见的总线 那这部分总线上的东西 其实Xilinx 已经做好了 对吧 像PCIe的总线 还有这个Amba的AXI总线 还有这个 带这个Cache Coherence的一些 这个 这个Ace啊 CHI这些总线 这个Zilinx 这个项目都做好了 然后里边有一个细节 对吧 这个也是 就是这套 基于System-C的 这套它叫 这个Transaction-Live Modeling 就是 最开始我这画的 这个地方叫 Transactor 对吧 它处理事物 对吧 就是你的每一个请求响应 这个我们软件也叫一个事物嘛 对吧 所以对硬件来讲 你给激励 然后给feedback 这就是个事物 Transactor 那这个请求响应 对吧 它怎么来 这个进行抽象呢 因为你的总线 具体总线协议 还是五花霸门的 PCIe什么什么AXI 太多了 对吧 那这个System-C的这套 这个Transaction-Live Modeling 这个事物级的建模 它做了一层通用的抽象 就是说 我不管你什么总线 但你呢 你总线上发的都是消息嘛 请求消息 响应消息 对吧 好 这个消息呢 我给你来一个 这个System-C 来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建模 叫这个Generical payload 就通用的这个负载 大概长这个样子 对吧 你是要读还是写 你往哪个地址写 你要 你的数据 给你个数据指针 你数据有多大 等等 它一套 这个对于你的 总线上传输的消息 它来了一个抽象 好 有了这层抽象 那我们写起来 就比较轻松了 对吧 就是说 我们可以基于 这套这个抽象的建模 来做软硬件之间 它们的交互 你就不用关心 具体PCIE协议 是怎么做的了 那些安把总线体 协议的细节 你就可以不用关心了 你只关心 你发的消息是什么 比如说 我 举个例子 我要让这个 我的IPJ来做一次DMA操作 对吧 我给它按个门铃 对吧 让这个硬件设备 它来做DMA 它从这个妹妹们去读数据 那它 比如说 好 那我按个门铃 对吧 我的Initiator 去找Target 对吧 Doorbell 按一下 好 那Target是硬件 它硬件来发起DMA操作 好 硬件那边 发起一个请求 这个请 硬件那边也可以发请求 软件也可以给硬件发请求 对吧 双向的 好 硬件这边发起DMA操作 那它这个DMA请求 长什么样子 对吧 它要往你的内存的 哪个地址去读 读还是写 要这个DMA 颁多少数据 等等等等这些 好 所以呢 这个Ginargo Payload 是一个非常通用的抽象 屏蔽了总线上的各种各样的细节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个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 就是说 前面讲的都是这个Sysm-C啊 或者Xenix基于Sysm-C提供的一套框架 就是它把总线已经帮你屏蔽了 你不用再去操心这种底下的细节 PCIe啊 安把这些总线了 但是总线还是太low level了 比如说对于我们硬件来说 对吧 刚才我们要基于PCIe 或者各种各样的总线 我们要跟这个CPU软件这边去打交道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 DMA操作就是这个很常见的一个操作 对吧 特别对于我们存储系统来说 我在main memory里边 有一堆数据 这些数据可能要加密之后 对吧 传输出去 或者说IPG这边 它收到了远端发过来的一大堆数据 这些数据要把它写到main memory里去 然后呢 写之前先做解密 先做解压缩等等 一大堆操作 所以呢 这个DMA操作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操作 而且DMA的这个 如果硬件这边做不好 那对于性能是极大的伤害 那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在硬件上 这个有自己的这个DMA的引擎 DMA的控制器 但是呢 在做这个联合仿针的时候 这个DMA控制器呢 它就对我们联合仿针的时候 就不太方便 为什么 因为DMA控制器 它是底下直接要跟PCIe去talk的 对吧 那既然我们已经把底下的PCIe 给它抽象走了 对吧 就是我中间的这个 这个刚才讲的remote point 这是304提供的那个接口 对吧 就是你左边的这个Qmio 这个纯软件里面 虚拟机里面跑的这些软件也好 用户软件也好 驱动也好 右面 这个仿针器里面跑的硬件逻辑好等等 底下其实没有PCIe了 底下其实没有真实的PCIe了 像我们用的这个PCIe是304PG上提供的一个硬核的一个实现 那好 那这个在纯软件 仿正底下已经没有PCIe了 所以呢 那我们在硬件上做的DMA控制器 它也没法跑了 因为你底下没有一个真实的PCIe 你怎么跑你上面的PCIe的DMA控制器呢 好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用这个System-C来去做一个纯软的 一个DMA控制器的一个 对吧 模拟实现 对吧 然后这个模拟实现其实很好写 为什么 因为底下已经没有PCIe了 对吧 然后这个它中间的所有的这个交互的接口 已经变成刚才我说的那个 事物级TransactLam的一个模拟力了 事物级的接口了 对吧 这个事物级的接口就是 这个 就长这个样子 对吧 你中间的消息就是这个样子 这不是PCIe格式啊 这是这个System-C这个事物级建模 它自己定义一个通用格式 这个格式是纯软件 这很好写的 非常非常好写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说 这个所有跟这个 这个总线级协议 密切相关的部分 通通我们都把它干掉了 对吧 底下PCIe的那些抽象 是被Sales的这个 这个Libre System-C 这个TLM这个开源项目 它实现了 那上面的这个DMA控制器 好 我们也用这套方式 把DMA控制器 真实的硬件DMA控制器 也干掉了 在这个联合仿真的场景下 好 那这样的话 这个 但是呢 我们的其他 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硬件逻辑啊 对吧 我们这个硬件加速逻辑里面 比如那些加密啊 压缩啊 编接嘛 等等 这些东西 这些压缩 加密啊 编接嘛 这些东西是不依赖于你总线细节的 对吧 不依赖底下你用的是PCIe还是用什么 那些只是你的加密算法 压缩算法而已 好 那些算法类的东西 我们通通还是在 还是有纯硬件的逻辑 然后跑在硬件的仿真器上 然后呢 另外一点呢 今天所有的硬件仿真器呢 它都支持C7C这个语言 这个语言本身是开源的 也是个HWE的标准 好 这是前面我讲了 它是C++上的一个库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 比如说 所有跟总线 硬件总线相关的东西 都拿C7C C7C给它重新写了一遍 给它模拟实现了一遍 然后呢 当这个总线相关的东西 真的要跟我们的这个硬件逻辑去打交道 比如刚才说那些算法类的东西 加密压缩编辑码等等 一大堆算法类的东西 那中间的接口 基本上我们常用的接口都是这个AXI协议 这是Anba上面Anba的一个片内总线协议 那这个总线协议并没有那么复杂 对吧 C7C 这个它有它的机制 可以跟你的硬件逻辑 做一根一根线的连接 对吧 硬件上都是要 最终都是这个一根一根的线 对吧 每一根线上面传输010101 一根一根的并行总线 对吧 好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解决了 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最终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的业务逻辑 就是硬件加速的业务逻辑 那些一大堆零零总统的算法 它还是在用硬件的逻辑去实现的 然后跑在硬件的仿真器上 然后呢 这些总线相关的东西 通通都抽象掉了 PCIE啊什么 对吧 这些复杂的总线都不需要了 在这个联合仿真的时候 这些总线这些细节 PCIE 304提供了C3C的实现 PCIE之上 依赖PCIE总线的DMA逻辑 好 我们也用C3C把它写了一遍 写完之后 好 那这些总线相关的东西 都用C3C来做了这个仿真的模拟 那怎么跟你的硬件 那些算法 那些硬件加速的逻辑连 好 那些该怎么连怎么连 对吧 你还可以偷传出这个一根一根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并行总线来 去来连到你的硬件逻辑上 好 这是右边 左边这边软件这边就很简单了 还是跑在你的Cumul里面 你Cumul里面跑你的测试 TestBench 硬件的测试 TestBench 还是你软件的一堆东西 对吧 驱动也好 用户带的软件也好 都可以 好 这个就是其实刚才我讲的就是我们这个DMA控制器 PCIeDMA控制器的逻辑 它底下这些PCIe的硬核等等这些东西通通都被干掉了 那所以这些这个DMA控制器的逻辑和这个PCIe硬核的逻辑 通通都被干掉了 都被这个Cumul C给仿真掉了 但是真实的IPGA里面算法那些东西还是在的 然后呢 那边那个你的算法逻辑是通过AXI这个片内总线 去来连接的 所以这边Cumul C的模拟实现 还是会用AXI协议去跟你的这个真实的硬件去连 但是AXI协议的复杂度已经比PCIe低多了 这边PCIe其实都在Cumul C的场景是没有了 已经被那个这个Cumul C的这个TLM 把它完全的这个替代掉了 好 那最终 那这个Cumul C长什么样子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些我们正在做的部分 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 左边好 虚拟机 右边硬件的这个仿真器 对吧 好 那左边虚拟机里面 该有Linux 该有驱动 该有用户态程序 这些都有 然后呢 这个右边我们真实的 真实的这个 真实的这个 硬件逻辑 跑到仿真器里面 然后呢 这个底下 比如说 这个总线的传输 先说这个PCIe的这边的传输 那好 虽然没有真实的PCIe了 但是那些PCIe相应的那些逻辑 还是有的 但那些逻辑在哪呢 被C7C 一套软件给干了 对吧 你PCIe里边 那些 PCIe那些 Transaction Level的 Porto TLP 对吧 PCIe的那些 它自己的事物级消息等等 那些还是有的 只不过是一个 软件实现的 这个PCIe 这个队列里边去保存着了 好 PCIe这块 我们现在搞定了 那我们还在做一个呢 是这个 网络相关的 对吧 NIC 一个网络设备相关 这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 有了这个网络的支持呢 左边 这个 这个虚拟机 我们可以跑在一个Docker里面 右边 硬件的仿真器 我们可以跑在另外一个Docker里面 而且这两个Docker 可以在不同的机器上 它只要建立网络连接 它就可以连起来了 这样的话 我们调度的时候 就更加的灵活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QMU本身也挺重的 然后这个硬件仿真器 本身也挺重的 都是这个 这个很消耗资源的东西 如果这两个东西能拆开 那我们调度就会变得更灵活 现在我们做法是 整个这一大坨东西 全部得放在同一个Docker里面 那这个Docker会非常非常非常大 但是如果能拆开 那这样的灵活度 就会大大的提升 这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就是软件硬件 怎么用这个容器化的方式 然后来做Cosimilation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全打到 一个大的Docker里面 那而且它是纯软的 所以很方便 被这个Cubernetes去调度 而且这个完全不涉及任何硬件 好 我大概就介绍这么多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下面是我们公众号 上面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同事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个码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一个接收天线 或者说一个 其他领域的一个地方 也可以适用这种软件协同的 我们的做法是 目前是只针对 304的IPG 因为这个硬件仿真器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底下的那些 因为我们底下用到了 304的一些 对PCIE的那个仿真实现 那可能 比如说 Intel的Oterra 可能它对PCIE的仿真实现 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 这个没办法 这个一旦 涉及到硬件东西 厂商绑定 这个是逃不掉的 所以比如说 可能你做别的硬件 那需要别的仿真器 需要别的一些底层的 一些协议等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做这个事情的 那个初衷是什么 为什么要去拿 KPS去把这些 测试环境绑定起来 是因为你需要 模拟一个 非常大的系统吗 还是说 是这样 我们有特别特别多的 测试任务 特别特别多 如果 就是 如果不用KPS这个方式 那我们怎么办呢 只好 基本上都是这个 比如说有限的几台机器 上面我们自己来 管理这些任务 那这个效率就很低 所以我们后来想的 就是说 做成完全纯软的方针 就完全不要硬件设备 最开始我讲的是说 我们服务器还插着这个 IPG卡 好 上面用KPS来管理 这些IPG资源 然后我们的测试 或者软件 直接跟真实的硬件去talk 但这个成本也很高 然后再一个 这个管理复杂度也很高 因为有真实硬件 所以后来我们做的 就是co-simulation 就是我不要真实硬件了 我所有硬件逻辑 全拿仿转器替代掉 然后呢 我们的测试的这些任务 也基本上都是软件 包括testbench也好 包括这个真实的 这个用户台 软件和驱动也好 好 这些真实的软件 或者测试的软件 和我的这个硬件逻辑 硬件逻辑 用仿真器去模拟它 所以仿真器也是纯软的了 所以这样的时候 变成完全软件的环境了 完全软件的环境 用Docker把它封装起来 然后KPS去调度管理 这就很方便了 所以其实是因为 我们有太多的测试任务 如果不用KPS去 这么灵活地去调度 那这个测试的 全量地跑一遍 可能如果不用KPS 大概要跑好几天 但是用KPS 我们就是比如说 我们现在正在跟一些 一些公务友员去谈 就是说 现在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些 私有的一些服务器上去跑 未来我们希望 就是我们跑这个任务的时候 到公务友上 开一千个虚拟机 随便跑 跑完了 再收回来 这样的话 就我们就不会说 受限于这个测试跑不完 所以好多提交代码 提交各种东西都很痛苦 当然因为有硬件能 特别是IPC的东西 我们最后代码真正去合并的时候 还得在硬件上去跑一遍 看它的时序怎么样 这些co-simulation只是跑功能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就是 你有一个design 已经时序收敛了之后 你增量的去修改 一般时序不会出太大问题 往往都是功能上面的bug最多 所以就是说我们后来发现 就是跑co-simulation 对吧 co-simulation其实 就是怎么讲呢 因为任务太多了 所以的话用k8s并行的 这么去跑 分布就跑 这样效率会提升很多 代码量 其实这套现在代码 我们自己代码量并不大 因为我们大量依赖了 塞林斯提供了很多 他做的开源东西 还有别人开源那些东西 所以其实 但只是整合工作还不少 就是hack的工作很多 需要调这个调那个 但其实代码量并不大 最后我们很多时候跑起来 好多都是一些shel的脚本 把这个拼起来 那个拼起来 这套co-simulation东西 我们正在做完 我们也会开源出来 把那个容器化和网络化了以后的话 你原来基于PCIE走的这些协议的话 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软件的 一个远程调用 对的 或者是通信协议 那这种网络上的延迟 相比PCIE来说的话 肯定要大很多 对 那么你们有没有 这个对你们那个测试 test bench有没有什么影响 有些case是不是就没办法验证了 或者再来干扰了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是这样 回到这个场 对 回到这个场景 对 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很多跑的时候 这边跑的是 驱动和用户台的软件 就是纯软件的 纯软件这边就没有持续的概念了 您刚才讲的一个例子是说 我要跑test bench怎么办 对吧 就是前面的这个例子 我是test bench 对吧 所以test bench呢 我专门加了一条叫on time的 就是我这边其实已经把它 其实是纯软件了 我根本不care你 持续了 我给你个请求 你什么时候想要回来 什么时候算 对吧 就是我们做这个硬件 这块测试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些test bench 是一定会跟持续相关的 那是肯定有的 那些任务 那些test bench 我们尽量少写 或者说那个一般在硬件的术语叫block level test block test 对应到软件有点像单元测试那个概念 所以block level test 我们基本上是设计人员自己写 你底的设计人员写一个硬件的这个module 你自己把周围的block level那个test写吧 block level test跟硬件打交道的时候就严格遵守硬件的时序 对吧 严格遵守各种各种比如说细节的时序 然后呢 我们大量的这个测试的工程师其实是软件人员 因为软件我这边去组织一些请求响应都很方便的 所以但软件人员他又不懂硬件那些细节那些时序 特别是像PCIe这么复杂的这个这个总线 那时序还是很复杂的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硬件相关 需要理解硬件时序那些测试不多 那些不多 大概几个小时就跑完了 但是我们有一堆 因为上面我们的软件还是分布式的这种 因为管理分布式存储 很多分布式的软件 分布式系统 这上面的东西很复杂 所以然后呢 软件本身测 我们也是这个K-Bus这样去来调度了一堆Docker 来测测纯软件本身 然后软件连合测的时候就很头疼 所以后来我们搞了这一套东西 把硬件也变成纯软了 全用仿尘器 然后中间的协议也都用刚才那个System-C 这个TOM给它干掉了 这样的话纯软来跑就方便很多了 就最开始你在引入说 从那个一开始 System-C提供一整套的Docker 整套的环境 包括它K-Bus调度等等 后来你们说 你们是引入了Q-Me吗 也就是在这个 作为这个硬件仿真模拟之前 是已经引入Q-Me了 还说是在这个 因为需要硬件仿真 包括这个Cost-Mulation 所以说才有Q-Me的这个概念 哦 它是这样 它是这样 就是 我们引入Q-Me有几个原因 我看看 首先这样 就是说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驱动 我们 可以用304这套东西 它的Round-Time等等这套东西 就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驱动的话 可以用它这套东西 但它这套东西也很重 然后后来我们自己有驱动 有驱动 驱动没法装到Docker里面 对吧 好 那没办法 我们就只好 只好引入了这个Q-Me 就是因为 我需要驱动 需要搞驱动 那我 弄个虚拟机里边装 装操作系统 好吧 这样就能装 装那个驱动了 然后呢 用了Q-Me 用了虚拟机 那好 你外边的真实的设备 你得能映射进去 得能映射进去 当然这个 Q-Me 我们外边套了一层Docker 也能映射进去 只是Docker需要很高的权限 所以 用Q-Me 主要是因为 我们有自己的Driver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Driver 那就可以 不需要Q-Me 会稍微简单一点 那这个驱动 就是说这个驱动 跟上面那个 Science那个驱动 是两个是吗 两回事 两回事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些 硬件逻辑 所以呢 必须得有自己的一些驱动才行 然后这个驱动的话 如果说直接装在物理层面 物理机上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但是呢 就是说装在物理机上 就没法K-8去管理这些任务了嘛 对吧 所以我们得把它容器化 明白 你这个驱动版本是需要一直变是吧 所以说 对啊 要跟着你的任务来变 是的 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的软件一直在变 我们的驱动也一直在变 所以每次变都得 就是说白了 就每次提交代码的时候 你都得测一遍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为了 我们提交代码的时候 去测一遍的 就大量的是测试任务 其实 行明白 好的 就刚才 大家问的两个问题 关于这个实际 也就是说这个 硬件相关的这个测试 或者说在我理解里边 这种分布式测试 分布式这种存储 对于这种性能 或者说一些这种延迟 这要求还非常高 是的 不同的响应 可能会导致一些工程层面的一些差异 对 但是你刚才讲到说 你们对于这种 实际的这种相关 没那么多 这个我不是特别理解 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这儿做的这些测试呢 都是功能性测试 就是用Cosimulation来做功能性测试 性能测试没办法拿这个东西跑的 性能测试必须得查识真实的硬件 在上面要真实的测 但是性能测试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 你每次提交代码都要跑 跑所有的性能测试 不会跑这些 OK 明白 对 所以性能测试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跟这个是没关系的 这只是说 我们有一堆一堆的功能测试的一些任务 Test case 功能测试那太多了 所以跑不完 其实性能测试 首先不一定是天天做 再一个性能测试其实跑起来很快 因为性能测试你基本上是跑最好的状态 或者最快的一个状态 对吧 好嘞 明白 谢谢 好 好 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好 那我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多谢大家 好 谢谢 好 谢谢 感谢观看